其实包粽子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练习和手艺 每年端午节的时分 我们全家一定会一起包粽子 今年不同的是 我们有机会外销给大家 我是Sharon 今年39岁 我是从事饮食业的 目前我经营了三家小食店 分布在金融市中心 现在大多数的公司会采取居家办公的模式 所以我们的人流间接中也是会影响到 在还没有COVID之前来说 我们的生意还算蛮不错的 每个月的营业额几乎一个摊位的差不多30多千 但是过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冲击 使到我们的生意已经是变成惨淡 Face 2 After Can Dying 间中慢慢的有奇色吧 大概60到70之间左右吧 现在的那个营业额可以说是剩下大概20% 我们也是每天有观察 In the Between Shenton House 朝向一个Asia Square的那朝向的人流浪 然后一个那个人流浪来准备 但是怎么预算都好还是有偏差 所以当在Circuit Breaker发生的时候 尽量的去找网上的平台去卖我们的食物 但是毕竟还是有限的 因为基于那个距离的考量 还有那个minimity 我们的食物 Comfort food不是一种profit margin很高的 所以导致会比较少人预定 虽然去年的group by崛起 但是我没有参与这项目 但基于基因巧合来说 今年我的朋友他刚好有在他的一个condo那边做一个lead 所以他也有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吗 我就说趁我现在销量没有这么多 也可以尝试一下利用现有的资源 回想蛮好的 差不多50多户的人家去支持 因为这个粽子我从小到大就吃妈妈的味道了 刚好有这个机会做这个东西来买 粽子也是日常所见 不一定是要在端午节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可以融入在我们生意的其中的一个部分来去卖 这个又很容易携带跟保存 所以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新的生意模式 既然没有那个dying的option 我们可以尝试拿这个product来去给顾客的选择 他也可以在office也可以带回家吃 完全是第一次接触网上的platform来去卖粽子 所以我也是抱着一个尝试的机会 意外的我既然有收到了订单 大概从午夜中到现在持有的阶段说 我们大概已经有过了 差不多在600之内的销售量 600粒的种植 当然我也是希望过了这个端午节 这些种植的销量一直持续 也变成一个长远的商机 我曾经有顾客问我 过了这个专门节你还会不会卖这个种植 我会跟他说 So long you demand 生意上不能一层不变 应该走向多元化 当下就要看需要做一些更改 跟改革跟变动 有可能会re-structure 做一点小规模先 等疫情过后 我们再决定下一步 只要不要亏损的话 已经是一个确信了